作词 李宗盛 本年夕阳无限好 今会涌在我心中中 记忆情在我胸中烂烧 小看错过万新猫 黑恶毒枭 意义惊扫 我当警察 我自豪 血淡风采的钢天汗 一人倒下万种岸 生命的光 藤年夜 好心长存 天地劫 怎么样 我上班 上班 搞定了 快 拜拜 快去 这个手机的数据都被我恢复了 联系人非常热 基本上都是用短信联系 偶尔有几个电话 你们看 昨天下午六点二十 有一个电话打过去 我和李峰碰头的时间是八点 若微准时跟李峰打电话 安排他怎么演戏 看这条短信 是中午饭的 白糖一袋 老地方 这是毒品交易的暗号吗 对的 白糖应该指的就是冰毒 一袋应该指的是重量 老地方应该指的 就是茶馆停车场 若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通知李峰去取货的 看这条 是下午五点办法的 零时取消 这是大白蓝塔车的时间 若微果然在忙打手机 通知李峰让他不要去茶馆 拿包裹 这么多条短信 每一条就是一次毒品交易啊 是啊 你看到了没有 这不但有白糖 还有牙马衬衫 牙马衬衫 牙马衬衫 马骨 看到没有 还有卫生素C呢 C2 罗维果然是C2的卖家 太好了 C2的案子 终于有了突破口了 珍香回来了 明珍 珍香 回来了 珍珍 你也来了 好好跟你妹妹教教啊 她数学可不怎么样 好 来来来 坐坐坐 正香 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淑君的 找淑君 嗯 是啊 她是来跟我谈工作的事的 哦 难道淑君的工作有着陆了 嗯 我准备聘请淑君加入我的团队 问题是 她能给你做什么呢 正香 现在国内的年轻家长 都特别重视学钱教育 而且我们国内呢 优质的幼儿园非常稀缺 我很看好这个市场 所以我要投资 连锁的幼儿园项目 请淑君来当院长 哦 这我可不是吹牛的 哎 找对手了 对吧 总是让明珍姐帮忙 谢谢了啊 谢谢 别客气 我们是从小长大的朋友 况且啊 我真的很需要 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才 嗯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明珍 别客气 哦 对了 这个 萌萌啊 她上学的事 我们最近还在发愁呢 好多人给我们出主意啊 让她上国际学校 但是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国际学校 学的都是美国课程 嗯 只要上了这个国际学校 中国的大学 就考成了 是啊 但是这个很好呀 去美国学校 你看像他们现在这么大的孩子啊 都要到国外去看一看 你忧虑什么呀 你们是在说我吗 对啊 就是在说你 来 萌萌 来 坐坐坐 过来坐 这个萌萌啊 出国的计划 真的非常好 郑肖 舒俊 你们应该全力支持她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尽管告诉我啊 萌萌 以后功课上 有什么需要哥哥的 尽管问我 好啊 谢谢独仪 谢谢珍珍哥哥 不客气啊 谢谢明天姐 不客气了 别客气了 舒俊啊 尽快到我公司来上班 谢谢了 谢谢明天姐 太感谢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准备走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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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刚回来 还没坐一会儿呢 怎么又走了呢 来来来 这个白鸣酥很好吃 来 吃一个 好 我可听舒军说啊 你是好几天晚上 都是住在单位的 是不是 是 最近书上有个案子 什么案子 对了对了 不能说也不能问 这是纪律 理解万岁 理解万岁 行 我们先走了 你好不容易回趟家 好好的陪我 别配舒军 还有萌萌啊 小剑 吃得这么干的啊 那还不是你手艺好吗 要是你喜欢吃的话 以后可以每天都给你做 不用这么麻烦了 没事 那我先走了 好嘞 明天见 明天见 小剑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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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啊 明天我带你认识几个朋友 去吧 郑队 罗维又发短信了 什么内容 一共有三条 内容是明日盘点 其中有一条是发给吕峰的 那另外两个受信人 应该就是那天拿包裹的那两个人吧 嗯 新店的短信 你们看一下 我认识准备 我认识准备 这一条是 你认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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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准备准备 你认识准备准备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盘点是什么意思 如果他们碰面的时候 没有携带毒品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抓一个人 遭迷惑更好吧 你说的有道理 我明天会让汪行舰紧紧地盯着洛威 如果洛威没有进行毒品交易的话 让他及时通过 我们停止抓捕行动 好 我现在就去布置行动方案 然后通知汪行舰 好 去吧 郑队 明天的行动 我能参加吗 你的检验报告我已经看过了 虽然医生说 你基本上康复了 但是说实话 卓妍 我真的还是有点担心 郑队 我知道您担心我 但是医生也说了 如果我想要彻底恢复 必须在实战中克服自己 我不想就此变成一个 被人保护和懦弱的人 我还有想要完成 但没有完成的事情 郑队 您就让我参加吧 好 周姨 那我答应你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不可为时 马上停止行动 是 好 来 郑队 来 洛威现在在网点 等送完了快递 他带我一起去保余酒 行 好好好 那你放心 嗯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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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您再快点 这已经开到最快速度了 魏哥 小剑 不是说好带你吃饭的吗 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已经再过去路上了 我等不了你了 我先出发了 您这样您再等等我呗 行吧 那你赶紧的 师傅 咖啡停 对对对 就这儿 还没给钱呢 那个那个 不好意思啊师傅 您看这样行吗 您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我先把钱点击行吗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找谁啊 先生 滑 滑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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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了 薛姐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你没事吧 这事还好你来了 谁呀 我是你爸 薛姐薛姐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薛姐 你到底了 你给我等着一下小费 跟你没完 别警察 别警察 我被上C里了 就在那个 那个建设公司 老板 老板 你怎么打人呢 我打人 他非留女朋友 没弄算不错了 小儿 你怎么在这儿了 这个人 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跟我们岛市有合作 我之前来跟他汇报 我们项目的进度 他就对我出院不许 我没想过我今天 还好 手 手环呢 你看我的手环 我帮你 还好 我在这儿 还好没有他 不然我今天就真的出事 你弄死你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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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准备 说话方便吗 方便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和洛伟什么热道 我现在没跟洛伟在一起 什么 我不是告诉你 警惕了洛伟吗 真的 我马上就到 好 小儿 你真的没事儿吗 以后你来咯 大门事 小儿同志 这小子追你屋里头儿了 小儿 你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警察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你要去哪儿啊 你要去哪儿啊 我身体急事 我现在没法给你解释 对不起小儿 我再跟你说话 哎 洪志 洪志 新建 你以后不要来救我了你 我先走了 欢迎光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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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您能再快点吗 现在是晚高峰 没办法 快不了 总得要命 快不起来 有没有别的路 你绕绕去 想想办法呗 那就到前面给你掉头走一条路 行行 麻烦您来 你快点啊 好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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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众队 你现在是在哪里 我我在路上了 靠谁管 追 先去爆厂看 好 魏哥 怎么了 今天好像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刚在这里看到很多非常陌生的面孔 好像从没有见过 你们见过吗 真的没有 没有 没有 你们注意到您服务员穿的鞋了吗 这儿的服务员穿的都是高位鞋 踏出的鞋 踏出的鞋 穿的是平底鞋 平底鞋是谁穿的 雷子最喜欢的运动款 雷子 魏哥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们干了这么久 雷子从来没有盯上过 兄弟 小心使得万年穿 这顿饭改天再吃 魏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样 加上落威 明明一共四五人 一定的 走 关系我的注意 注意我的注意 注意我的注意 安全通动 前面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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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就位 好 知道了 我上来不是这样 哎 哥 到了 姜 哥 到过来见你 哥 咱俩不用见面见面了 这不是见到了吗 met Stan 三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喂 梅子 你不要过来了 啊 为什么呀 酒店里可能有警察 那 那你还在酒店吗 我这怎么不逃呢 那我现在不去帮你啊 千万别过来啊 我 喂 各位 各位 都要跑啊 知道 各部门注意 准备撞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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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毒贩枪有枪 知道了 各小组注意 毒贩手上有枪 不要伤及到群众 见到遗犯了吗 没有 你 punk了 你把刺激 都要抑或认住 你 怎么行 你别动 开 花 走 快点 快点 不快 你把刺激 您怎么跑天儿来了 我很多围抓都没有 没有 不能去 没有枪也没有反弹衣 太危险了 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不能去 你拦着我干嘛 你别闹了 总军 没消防你还真带来救我吗 别闹了 里边都是警察 赶紧走 你没事吧 没事 快 快 我会可能往右上跑了 好 我马上去追他 白尾呢 还有中枪了 站住 再跑我就开枪了 把手举起来 转过来 卡住 你快这人 快这人 俺去enn急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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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 为止 我哭了 你哭了 是 你哭了 哭了 �� 你哭了 不信 这人 我哭了 有什么 语言 又哭了 别动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啊 卓阳 看来你的恐强症真的治好了 师姐 洛威那儿 林少傅 你怎么才来 我 他有没有发现你是警察 应该还不知道 快 给洛威打电话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关机了 没有洛威的踪迹 紫检 王巡舰 安 赵 王巡舰 沪维怎么发现我们是警察的 他跟你说了吗 没有啊 他就说 酒店里面有警察 你要是一直跟着她的话 我们很容易抓住她的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 没有跟她一起进到宝宇酒楼呢 郑队 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出门 警察同事 我真的没有废礼她 你最好让你男朋友能过来一下 做个笔录 否则很难确认她 是废礼你的 那我给她打个电话 废礼的女朋友 你知不知道 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居然敢跟我不汇报 你自己去办自己的私事 你知不知道这事情有多严重 接电话 喂 小燕 你可不可以过来一趟 就是他们让你做个笔录 然后做一下证人 我 我现在有点事 等包完了再过去行吗 他可能来不了 他还在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 对 他也是英文不差 哦 是这样的 不过我们也没全力扣留他 他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没有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他对你是强奸还是违宪呢 违宪 违宪 传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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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吗 传队 喂 喂 你回来了 医院怎么说 伤药不要紧 不要紧 错伤而已 传队 你怎么发这么大伙 你问他 要不是他 你也受不了伤 我干了二十多年的警察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 无组织 无纪律 传队 李峰家里的两个包裹 里面是石膏像 除了两个石膏像以外 没有任何毒品 骆威了 有消息吗 骆威暂时还没有踪迹 但是我认为 李峰跟另外两个毒贩 知道他藏在哪里 替身李峰 到底怎么了 骆威的藏身地点 在什么地方 我就知道骆威有几套房子 你们那些房产区查呀 至于他藏在那套房子里 那我就不知道 你嘴巴挺硬 你属丫子的 骆威之前给你发过短信 这都是这些短信的内容 就几条短信而已 难道这也犯法吗 短信 你别给我装了好看 我告诉你 这是你们的暗语 白糖指的就是冰毒 亚麻衬衫指的是马骨 维生素C就是新型毒品 C2 静官 你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 你要告我非法持有枪支 我认罪 但是你非要告我 贩毒 毒品在哪儿呢 毒品在哪儿呢 我会告诉你 毒品在哪儿 对 正对 你去吧 三天前 洛威给你发了短信 说白糖两代老地方 什么意思 他叫我跟他去长期的地方 茶馆喝茶 然后给我两袋白糖 你去的那个茶馆 这个茶馆是前缘茶馆停车厂 你从车里边拿走了两个包裹 那两个包裹里装的可不是什么糖 而是植高相 我们已经在你家搜车了 植高相 难道是我记错了 记错了 你的记性很糟糕啊 看到了没有 你的植高相里头 含有甲鸡本饼鞍的成分 你知道什么叫甲鸡本饼鞍吗 就是冰毒 说吧 你们是怎么利用这种方法用毒的 好 我说 听一下 卖家把石膏和粉末状的冰毒混合在一起 做成石膏相 石膏的成分是硫酸钙 几乎不容于乙醇 而冰毒亦容于乙醇 最后再经过简单的工序和结晶 就成了高纯度的冰毒 你听得怎么样 石膏和冰毒混在一起 就是连胺碱基都插不出来 而且冰毒的气味也就没有了 就连基督犬都嗅不出味道来 说吧 你用这种方法干了多久了 两年了 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这个方法是谁想出来的 骆卫 这些都是他出的主意 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手下 今天在宝宇酒楼的另外两个人 是什么人 他们也是骆卫的手下 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骆卫负责进货 然后把货分给我们 我们负责分销 宇红义和周敏都是你的客户吧 是的 他们都被抓了 我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轮到了我 那骆卫给你们发的短信 盘点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四个一起吃个饭 结算一下近期的账 那你说是C2的情况吧 大概在两个月前 骆卫搞到一批新货 就是C2 他让我们把货推荐给卖家 C2的劲特别大 销路比病毒好 就是供货量比较少 那你知不知道 这C2的卖家到底是谁 货都是骆卫禁的 我们只负责销售 其他的信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你们的团伙还有哪些人 我们一共分三层 骆卫是上层 中间是我们 下面还有一些马仔 但是知道骆卫身份的 只有我们三个 骆卫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有其他人在帮他出不划策呢 骆卫的嘴很严 有一次我们就会喝多了 我趁机想套他的口风 结果他半点也没有透露 那你知道 骆卫现在可能会藏在什么地方 我真的只知道骆卫有那三套房子 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你再想想看 骆卫和其他毒贩 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 骆卫做毒笔生意也有好几年了 他为人豪爽 在圈子里应该有几个朋友吧 嗯 郑队 你这怎么样了 你没必要知道 郑队 我知道错误 你给我一次机会 王行健 你不配带在我们进度之内 明天开始 你就不要再来了 我还告诉你 你自己好好反省 他干我的处理 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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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回去休息吧 你今天回去休息吧 郑队那边 我跟大白 会去替你说情的 我被哪儿下落了 一点都没有 对了 骆卫跟他的面密关系非常大 或许 他知道什么情况 郑队长 我哥怎么了 家也不回 电话也打不通呢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骆姐 你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你冷静下来 跟我们说说 你们家的情况好吗 我们家 我们家就我和我哥两个人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了 我爸身体不好 一直生病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也离开了 家里都是我哥赚钱养家 后来我考上大学 去了北京 我哥心疼 我不让我打工 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 那你觉得 你了解你哥哥吗 当然了解了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能不了解吗 你知道你哥在西部吗 西部吗 吸毒 不可能 我哥为了我 连烟都戒了 更何况吸毒了 再说 电视里说 吸毒的那些人 都倾家荡产 我哥事业一直做得很好 可是我要严正地告诉你 现在政绩缺糟 你哥哥不但吸毒 而且还贩毒 贩毒 是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他的钱都是贩毒赚的 不可能 除非你没有证据 我哥那么好的人 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人正物正 均已确凿 而且他现在 还畏罪潜逃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除了他警告告诉我 罗佳 你也不要太难过 你想一下 你哥哥除了那 三套房子之外 他还能藏到哪里去 我知道 我现在才发现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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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我气形了 对了 警察那边怎么处理的 需不需要我去派出所 做个别的吗 你以为整个世界 都在等你吗 我也不想这样 当时我正在办一个 非常要紧的案子 就因为我耽误了 所以现在嫌疑人 都没找到 不累了 小冉 我们从此以后 不要再见面了 每次见面 最后都是你抛下我 热死而言 我以后 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尽量 尽量 郑队 汪星剑也是在最后关头 才发了点错误 年轻人嘛 而且又在热恋当中 一直头脑发热 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郑队 你什么解啊 就为这么点个人的私事 放走了贩毒团伙的手贩 这叫一点点错误吗 他这点小错不要紧 又有多少C2 要留入我们情度 又让情度的多少个家庭 要受到迫害 郑队 当初你那么看好汪星剑 坚持要把他调过来 你现在真的舍得放他走啊 怎么 你舍不得啊 打报告啊 打报告 我给你拼 你去白书所陪他 郑队 汪星剑 他应该留下 因为他现在 是最了解洛威的人 而且洛威 还没有发现他是警察 卓妍 李刚的事情你不会不知道吧 如果他重蹈覆辙 我们该怎么办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真的不能再冒这个险了 请见 郑队现在正在起头上 过两天我们劝劝他 他起小绝让你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郑队 我还有留下来的价值 洛威以为我去薄鲤酒楼 是去救他的 他肯定已经把我当成 他最值得信念的人了 我相信 他还会和我联系呢 你说完了 我没直接开除你 还能让你留在公安战线 我就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程伟 别说了 以后想留在禁毒支队的话 请免开总考 走吧 等等 如果骆威 这要是给你打电话的话 你必须马上挡住 走走走走 吃吃吃 吃啊 这孩子 好不容易 一家三口再一块 你怎么不动筷子呢这是 不吃点啊 我跟你说啊 行行行 这是我插着这个韭黄肉丝 你看看 妈 那个 我吃饱了 你们接着吃吧 别别别 你这没动呢这是 对啊 你还没吃呢 老大 你是不是 就是在单位碰的什么不高兴的事了 嗯 爸 妈 都在禁毒支队了 你说是不在禁毒支队了 那你干啥去了 我能干啥呀 犯错误了呗 被调派锁了 谁开除了 不是被开除了 就是调回原来的单位 老大 我问你 你先告诉我 你是调回派出所是不是 那你犯啥错误了 就 就 就跟那个 你是不是贪污受贿 什么贪污受贿 爸 你什么逻辑 我这贪污受贿 也能调出派出所呀 那 那你跟我说什么错误呀 你这 我就跟我 就是跟那同事有点小误会 行了吧 爸 你说 你早点告诉我你大船 你 你跟同事有点小误会 你回来派出所好啊 你回派出所 你没误会就行了 你只要能回派出所 你不就没危险了 在那个禁毒支队 太危险了 你说你每次呀执行任务 我和你爸呀 接不到你的消息 我们就为你提信吊胆的 我跟你说吧 咱家那电话就不能响 那电话一响 我蹭就过去了 拿电话我就听 我就不 我怕你出事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喝点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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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先给你拿杯子 别别别别 我今天是大杯 高兴啊真是 爸 你这位秘呢 高兴过头了吧 我这叫高兴 没有危险了 那我就高兴 来 咱赢了 喝 喝 你别动喝了 我高兴 你这让我喝这 别受不了 你待待待待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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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怎么了 你看一下 这是近期的这个排班表啊 明天晚上咱们俩巡夜 我跟你说啊小王 这个年轻人啊 谁都犯过错误 想开一点 既然回来了 就踏踏实实地工作 好吧 我去哪儿 你干多点 赶转娘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你跟踪我 什么叫跟踪你啊 我想找你 branch out 走 唐笑然要跟我分手 她已经跟你明确地说了 那倒没有 不会差不多吧 所以我想找你支支招啊 你以为我是谁啊 我能有什么招 别呀 上次你跟我说的表白那个点 特别好 你这关键时刻别掉链子 行不行 卓妍 散网瞧你了 那你就帮帮我吧 关我什么事啊 更何况我们现在 都不是禁毒支队的人了 好吧 你要做什么 好书好商量 好 小雅 你怎么来了 这大晚上过来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行进 对不起 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吗呀 你不会是 特意过来跟我说分手的吗 晚上的时候 张助理给我打电话 他全部都告诉我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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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了情人的身影 留下了一场 留下了一场候气 为了百发老人 成年夕阳无限好 为了每个孩子 美梦中尽悄悄 无论人生有多少的痛 无论岁月有几度成容 站定了脚梗 绝不动摇 竟会涌在我心中中 季情在我胸中燃烧 小看错过唤醒猫 黑恶独笑 一一惊扫 我当警察 我自豪 血淡风采的钢铁汉 一人当下万种痨 生命的光 疼灭烟 好几场存 天地间 季情在我胸中燃烧 小看错过唤醒猫 黑恶独笑 一一惊扫 我当警察 我自豪 血淡风采的钢铁汉 一人当下万种痨 生命的光 疼灭烟 好心长存 天地间 天地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